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像流行的快餐式爱情 通常认识不到几天 就迫不及待地想偷吃经过 拥抱 亲吻 上床 短暂地透支着激情 也燃烧着欲望 仿佛没有人会再像从前那样 真正经经地和喜欢的对象表个白 细细淡淡地说 要一辈子对你好的话 大家彼此都心照不炫地暧昧着 试探着 是疼用最廉价的方式来表达一切 这种感情上的潜规则 也让不少女生感到惊慌失措 有一个听众对我说 前一阵子认识了一个男生 两个人聊得很投缘 结我约会时呢 半退半就地滚了床单 她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女孩 当时就是抱着想要交往的目的 才和她睡的 毕竟现在的感情大多都是这样 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表白 两个人只要睡到一块 就站在一起了 当然她没有料到的是 对方并没有把她当作 自己的女朋友来看待 平时不主动关心她的生活不说 私底下还经常找别的女孩约会 她问我说 既然她不喜欢我 为什么当初还要来找我呢 我说 姑娘 不是你自作多情 而是你遇到了渣男 在渣男眼里 睡你是唯一的目的 而真正爱你的人 哪怕他不睡你 也会费尽心思地呵护你 怎么判断一个男生 是真的爱你呢 还是想睡你呢 其实不难 只要看他平时 对你的态度和行为 就知道了 想起我有一个朋友 前阵子相亲 遇到一个男生 没约会多久 男生就活急活聊的 想和他发生点什么 在被拒绝以后 便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 朋友觉得十分好笑 那个男生平日里 在微信上 一口一个宝贝 动不动就说喜欢他 想和他结婚 结果 也就相处了不到半个月的功夫 在他身上 没有占到便宜以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笑话他 我笑话他 是不是花了对方很多钱 他说 平时吃个饭 都是互相请客的 也不见得 他有任何实质性的辅助 其实啊 女生是一种 很容易被感动的生物 但凡有个男生 好好地爱他 尊重他 可能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或许 就可以让他感动 甚至喜欢上你 我一直觉得 在感情里面 两个人是否发生关系 从来不是判断他爱不爱你的标准 因为不爱你的人 他只是需要一个女性 当他的情欲被满足以后 你很快就会被他所抛弃 而通常 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生 思维意识 都是不太清醒的 喜欢的人提出的要求 他们都是有求必应的 结果 受委屈 受伤害的那个人 也是自己 所以啊 女生们在感情里 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两个人 发生关系 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什么 只是感情升温 稳定的一种表现 喜欢一个人 别心意和对方 发生关系 等你确定 你真的走到 那个人心里了 一切 也都来得及 喜欢你的人 想和你慢慢来 想睡你的人 却等不及 我是任安 在声音的世界里 守护你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